觉得是谁在陪伴你呢 我也是觉得 韩哥没有陪伴你吗 哎呀又 韩哥可是陪伴了我 他在韩哥 你在韩哥节目里面 同样的故事说的是韩哥是吗 那就是那一段 就是何老师他在医患呢 更可怕的是 那个节目是我和韩哥一起主持的 但是他的那个朋友只提到了我 把耳朵闭起来 但我也告别演艺圈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觉得肘和那种 就是见一个人说一套这种 哪个个账值的配圈 一起走吧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 对 自己跳下去没有把队友捞起来 那不叫救 翁归于尽 那叫做陪 哈哈哈 只能说烦恼会治愈烦恼 哈哈哈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和韩哥 就是一定要比较或者是 没有没有 没有对不对 没有 我完全没有 真正的说一下 韩哥跟何老师之间的 有一张子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大家不要再造谣 他们两个都是非常优秀 和完美的男人 不要再比较了 各有各的好 哈哈哈 是不是 而且他们之间也非常相爱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个造谣惊 哈哈哈哈 因为你说的话关注都不信的 你可是我们身边两个男人身边最近的女人 韩哥 韩哥 对不起 哈哈哈 我胡说八道的 韩哥 对不起 这正因为没什么我才敢这么开玩笑 要有什么我肯定 啊 我觉得挺好 就是很官方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一起走 上阿姨一起 来来来来 董哥 你这是一起走 我玩不了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跟你说 他们肯定会把你这个做做标题的 这是凭何种汪涵的关系线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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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